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代表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李伯崇的火腔与帐簿 联金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书 它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 中国与东亚世界 它要把对于全球化的概念 往前推 推到大概在大航海时代之后 就开始发展的 在军事上面以及经济方面 所推动的全球化的现象 所以把书名取作火枪与帐簿 不过如果我们跟随着 这个书名来检查的话 就可以清楚的发现 对于火枪 李伯崇讲的比较多 对帐簿相对就没有讲那么多 这可能也就因为来自于 他自己原来专注于 晚民军事史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不过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会特别注意到 在离开了中国史架构之外 一些比较特殊的 跟全球化有关 或者是东亚史建立 明确相关的重要事件 比如说在他的第七章 最后的一章 他告诉我们 有晚民东亚世界的四大战争 这四大战争 他分别列出来的 第一是从1576年到1606年 中国的明朝跟缅甸之间的 这场战争 第二场战争 是从1592年到1598年 这是中国的明朝和朝鲜 日本之间的战争 另外还有一场是1619年到1644年 过去在中国史的架构底下 那就是明清之极的重大变化 大家看到的是 满洲人如何打进了关内 最后成立了清朝 不过在东亚史的架构底下 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李伯虫在树里面 把他称之为叫做明清辽动战争 这四大战最后一场 他所标局的非常有意思 尤其我们在台湾 读这本书的时候应该会有 比较特别的兴趣 那就是中和台海战争 这是发生在1633年到1662年 将近30年之间的事情 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看到的这场战争 是胡耀在17世纪前半期 东亚世界的著名海上武装的 正式集团 他们本来是一个海上跟海盗的集团 早期跟明朝的政府对抗 所以他的武装并不是国家的武装力量 他们和外国之间所进行的战争 也不能够算作是中国跟外国的战争 不过郑志龙在接受了朝廷的招服之后 这个正式集团的武装也就变成了 其实是方便的 就成了明朝国家武装的一部分 尽管这支武装部队实际上依然是独立的 并没有真正受到朝廷的指挥 郑志龙的势力相当的大 而且因为有利益冲突 所以就跟新近来到亚洲 来到东亚的这些西方的势力产生了抹擦 他不断的加持荷兰跟英国人的商船 并且自己设了他的规定 这个海船没有得到了正式的号令 没有得到他所发的令旗就不能来往 然后如果要得到他能够给的令旗 当作通行证的话 要缴钱 每一艘船要缴2000斤 1628年郑志龙的船队 在福建东山岛海域 伏集了荷兰的船队 捕获了两艘大船 还有85名的荷兰船员 而且攻入到厦门港 把停泊在厦门港的两艘荷兰船 加以俘虏 这是发生在1628年 也就是离明朝灭亡 还有十几年之前的事情 也就让我们知道 后来郑志龙在台湾跟荷兰人之间的战争 其实是有他的前奏曲的 那是延续到 他的父亲郑志龙当时 他在东亚海域发展的时候 就已经跟荷兰人产生了冲突 1633年荷兰人特别派了战舰11艘 由当时他们还任命的台湾长官兼舰队司令 叫做Pumas 由他的指挥 另外旗舰叫做Midderberg 还有附随在旁边的一艘中国式的帆船 偷袭郑志龙的基地厦门 郑志龙不走之前 他才答应要发给荷兰占领底下的台湾 自由贸易的执照 认为荷兰人会感到满意 会领情 所以他率领主力 跟另外一位他的合伙人刘湘 这个时候 在广东附近会战 顺势就引兵在广东进口 只把他的海战受损的船舰 回到厦门整修 7月12号 荷兰军队偷袭厦门 当时毫无戒备的明朝的大军 当然也就包括其实主力是郑志龙的部队 因此大败 郑志龙的部队其中有10艘战舰 还有明朝游击 这是一个头衔 这是一个官职 这个人是张永采 他所率领的5艘战船 总共加起来15艘战船 被焚毁 依照荷兰方面的文献记载 荷兰的船舰击毁了明朝 中国大型船舰 25到30艘 而这些战舰都配备完善 架有16、20跟36门的大炮 另外还击毁了20到25艘小型战舰 这是荷兰人的战报 当然荷兰人的战报 跟中国史料上记载的是有差距 此后荷兰的船舰就封锁了厦门湾 7月26号 明朝指责荷兰人烧毁船只 要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 并且要求他们要退回台湾 荷兰人觉得自己的武力有优势 要明朝政府必须要答应 不再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交易 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们就不撤军 甚至还要再度开战 曾志龙长期跟荷兰人 本来就有局域 就很紧张 所以当然更生气 荷兰人竟敢偷袭厦门 所以他就在海城、刘武殿、石巡、安海 这几个地方集合了35艘的大战船 接下来还有一百艘叫做放火船 和其他大小船只 加起来一共有400艘 准备一决胜负 所以从史料上面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这样去体会了解 郑志龙到底当时在东南海域 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 是什么样的规模 那这个时候荷兰人 普德曼斯 他发觉郑志龙在备战 从情报上面判断 觉得自己的兵力并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 他转而去求助于 刘湘、李国柱 这些同样在海域上面活跃 被认为是海盗的人 10月10号 荷兰的船舰受到了明朝 舰支主要是郑志龙实力的攻击 于是被拉拢的刘湘、李国柱 他们是去帮助荷兰人 并向普德曼斯邀功 10月15号 明朝福建巡抚叫周伟廉 他在海城逝时 然后任命郑志龙作为前锋 10月17号 我们看到在史料上 郑志龙成帝的报告 说 这个刘湘前面不久 才跟郑志龙是合伙 还跟郑志龙一起出战 这个时候 马上翻脸 变成了敌对 4月18号 荷兰人看到 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金门 金门的北角 有40到50艘的中国的船舰 所以就把船队靠在金门的西南角 双方对峙 一场恶战 迫在眉睫 10月19号 荷兰人收到了明朝的战术 10月22号清晨 郑志龙不顾 恶励的气候 亲自领军 从头围开船 天明的时候到达金门 廖楼湾 湾内一共有 荷兰的战船 9支 海盗船 50几支 郑志龙的部队 决定以攻击荷兰的船舰为主 140艘战船分为两队 两面包抄 发动攻击 荷兰两艘大型战舰 和郑志龙的大船相遇 被郑志龙的部队 以英国造的大炮 猛烈攻击沉没了 普特曼斯支支败局已定 不顾这个时候 廖楼湾当中 还有50艘 他找来的海盗船 他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 就下令撤退脱离战场 这一战呢 荷兰的军队遭到惨败 参战的9艘大型军舰当中 4艘沉没 5艘重创 另外 返船全部着火沉没 这就是著名的1633年 金门廖罗湾之意 这是我们即使在台湾 读历史 很多人并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的 在明朝史料上 称之为叫做廖罗湾大捷 在廖罗湾战役之后 打败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不得不每一年 向郑志龙缴交 12万法郎的保护费 这样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上船 才能够安全的通过中国的水域 所以也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复杂的关系 曾志龙虽然已经投降 投靠了明朝 可是他有他自己独立运作的商业的模式 他仍然跟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个钱是进到他自己的荷包 养他自己的势力的 正式集团跟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廖罗湾大捷之后 明朝政府又提升郑志龙 把他的头衔改成为福建副总兵 崇征13年也就是1640年 他又升官变成了福建总兵官 兼都督同支 再下来呢 还有又给他安南伯拼入侯 拼果宫 那这是一连串往上加的头衔 干嘛呢 一定要拉拢他 一定要安抚他 福建巡抚上述表说 这个郑志龙呢 建齐宫 然后呢 掳齐丑类 也就是把这些贼呢 都包纳都抓到了 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靠着郑志龙投靠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原来非常不安定的海域 从明朝的角度来看 相对就比较能够平定了 到了明朝灭亡了之后 郑成功呢 继续经营 他爸爸所留下来的这一支 海上武装 但是呢 他的性质又改变了 他不可能继续隶属于明朝 明朝都不见了 但是呢 他也并没有愿意改而投校 新建立的清朝 而变成了反清复明事业的主力 在南京之翼战败了之后 他就把目标转向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 所以这是所谓中和台海战役的 前面的一段 这前面的一段 我们在读台湾史的时候 比较少接触到 然后郑成功接了之后 后面跟荷兰人所产生的冲突 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但这是这场战争的下半场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陈其真 台北的天空充满着希望 每天陪伴你共度 美好时光 爱在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请您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联金出版公司 关于历史的一本新书 作者是李波冲 他的书名叫做火枪与帐簿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把许多过去我们用中国史架构里面 所看到的事件放进到东亚史 尤其是放进到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 来加以认识跟理解 在火枪跟帐簿当中 火枪的变化 尤其就牵涉到后来东西方在实力上面的巨大的差距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西方船间炮利 进入到了中国 中国就已经没有能力可以抵抗 但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些新的观点 例如说军事历史学家Michael Roberts 他曾经提出1560年到1660年间军事革命的观点 认为这是一场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深远影响 像一座分水令 把现代世界跟中世纪社会分割开来的军事革命 这个观点提出了之后 在西方军事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延续几十年的争论 从这些争论当中得到了一个目前看到的结论 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发生了由火器革命 所引起的军事革命 所以为什么火枪这么重要 不过这场军事革命发生的时间范围 有人认为长的来看 是从14世纪前起一直到18世纪初起 有的人从比较短的角度来看 那是16跟17世纪 那长短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那就是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 看近代早期西欧的军事革命 单纯从武器技术的角度来看 那么第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属于军事革命时期 但是如果还考虑到军队组织变化等方面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才是军事革命时期 第一种意义上的军事革命 也就是火药革命 那就不只出现在西欧 也出现在欧亚其他地方 例如说当时的奥斯曼帝国 波斯帝国等等 那火药革命呢 发生的比较早 大概从14世纪到17世纪 那第二层意义的军事革命 就不只是技术上而牵涉到组织 这种组织的革命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只出现在西欧的一些国家 这些西欧的国家 这两种意义的革命都出现了 就变成了前后相嫌的两个不同阶段 在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 有第一层意义的军事革命 也就是火药革命 但并没有随而引发第二种意义的军事革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隔 这个火气技术是军事革命的基础 在15世纪之前的世界 中国跟西欧是火气技术最为领先的 两个主要的地区 这两个地区如果一定要比的话 中国又比西欧稍微再领先一点 可是到了15世纪 西欧在火气技术上就超越了中国 15世纪西欧火气技术的进步 首先表现在叫做火门枪的改进 西欧的工匠把火门枪的木制握柄加以改进 让士兵在射击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把火枪靠在肩膀上 那这个方便在哪里 就可以拿掉本来需要的支架 或者是必须要放在地面上 火枪这个时候 在西欧转变成为单兵监设的一种场馆的枪械 15世纪中期火枪主要改进的目标 另外要提高射程 还有一件事情当然也很重要 那就是精确度 射程可以射得更远 可以打得更准 另外在打的过程当中 运用火枪的手续要尽量的简化 那么具体我们所看到的成就 第一是枪管加长了 所以不只在枪管内可以多装火药来增加发射力 这样的话就可以射得比较远 而且同时可以增加弹丸的射击的精度 再下来改用火神替代火炭或者是烧红的金属丝作为火源 这种火神燃烧并没有火焰 燃得比较慢 可以保证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 一直都有火一直都有高温的来源作为火种 第三发明了控制点火的枪机 作为点火的机制 这枪机安装在枪身侧面的一个金属的蛇形管 又叫做石杆 把火神插在管子上面 下面点火之后 然后把火门改成了叫碗状药池 又称之为叫做药锅 在里面放进萤火药 发射的时候 把这个蛇形管压到了火门之后 你就可以双手持枪 眼睛盯准目标 经过了这些改善之后 火枪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改进 就进入到了火神枪的新的时代 这是西欧在兵器上面 火枪上面重大的突破 这也是在东西方的对照对比的情况底下 西方领先中国的重要的关键的契机 到了16、17世纪之后 这个火气技术接下来传播有了不同的情况 传播的速度跟范围空前的扩大 而且在西欧的地区引进火气技术的过程当中 也再进一步对这些西欧所发展出来的技术 做了重要的改进 例如说 16、17世纪 伊斯兰教的扩张 重新取得了咄咄逼人的事态 形成了在历史上面称之为 伊斯兰教的第二次大扩张 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到了伊斯兰三帝国 这伊斯兰三帝国 第一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时间 是从14世纪 它成立在1299年 一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那就是我们的后来称之为叫做 奥特曼土耳其帝国 这是存在了长达600年的一个帝国 另外波斯沙菲帝国 这个帝国是在16世纪的时候出现 从1501年一路一直存在到1736年 这是存在了200多年的一个帝国 另外一个帝国是印度 摩比尔帝国 这是从1526年一直到1858年 这三个帝国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去看 就会发现 他们之所以能够扩张 之所以能够成立 都是因为有火器运用的基础上 因而美国的史学家 William McNeill就把这三个帝国统称叫做 Gunpowder Empire 也就是火药帝国 这三个火药帝国呢 他们的火器技术都来自于西欧 其中奥斯曼帝国跟西方的接触最多 因为他们介于欧亚中间 他们获得西欧火器技术也最早 使用火器也最为成功 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个火神枪 是在15世纪末出现在欧洲 很快就传入到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工匠就在西欧技术的基础上面 加以改造 造出了一种被军事史学家称为叫做 亚洲式火神枪 因为是在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领域当中所出现的 这种火枪跟欧洲的火神枪在结构上面 有蛮大的差异 一些专家认为技术上领先欧式的火神枪 这种火神枪到了17世纪初 传入到中国 那个时候在中国被称之为叫做鲁蜜桶 火炮方面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 奥斯曼土耳其人就已经成立了炮兵 1430年土耳其人进攻拜占庭第二大城 这个时候在战斗当中 第一次成功的使用火炮工程 这个火炮的运用也跟1453年 拜占庭陷落 东罗马帝国彻底的消失灭亡是有关系的 1516世纪土耳其人他们所使用的火炮 在技术上面不如西欧的火炮先进 但是他们有一个优势 他们的量体更大 所以他们能够发射更大的炮弹 这个优点在土耳其人进攻军士坦丁堡的战役当中 发挥的淋漓尽致 军士坦丁堡的城墙呢 是非常的古老 从西元330年 罗马帝国皇帝军士坦丁一世 在这里建都就盖了 然后呢 经过了无数次的加建跟修补 就变成了整个世界史上最复杂最精密的要塞体系之一 在之后的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这座城墙有效抵挡了多次入侵的强敌进攻 被视之为是坚不可破的防线 但是1453年情况不一样了 这次土耳其大军围攻军士坦丁堡 一方面拜占庭帝国衰落不堪 面对动员了十万军人的这个奥斯曼大军 其中也包括了最精锐的苏丹禁卫军两万人 军士坦丁堡这边的守军只有七千人 在规模人数上面远远不对等 所以军士坦丁堡能够一世的 其实就是坚固的城墙 守军顶住了土耳其人猛烈的攻势 土耳其人久攻不下 所以最后就使出了他们的杀手剑 也就是巨炮 这些巨炮是土耳其人重金聘勤 来自于匈牙里的一个造炮专家 叫做乌本 替他们建造的 其中最大的可以发射 听听看很惊人 一千九百磅重的巨大的实弹 土耳其人用了一队 由六十头牛跟两百个壮丁 组成的队伍 才把这一门巨炮 从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Alium 脱移到军士坦丁堡的城下 除了这门炮王之外 其他的巨炮也非常的可观 今天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门 土耳其人稍微晚一点 在1464年铸造的大炮 他的炮堂有两段各长52公尺 直径63公分的炮管所组成的 炮总重量16公顿 可以把重达1500磅的实弹 发射到几英里之外 所以军士坦丁堡的城墙 经不起这些巨炮的轰击 出现了大缺口 土耳其军队由此蜂拥而入 军士坦丁堡陷落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 在东西方军事时的 势力变化过程当中重要的大事 换从火枪与帐簿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的就不是西洋史 欧洲史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全球化时代当中 东西方在火枪跟帐簿的 也就是军事跟经济的 消长变化的过程当中 如何竞争 同时如何彼此互相影响 这些比较特别的 历史的角度跟观点 就记录在李波冲的这本书里 书名直接就叫 火枪与帐簿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有一个时间 我们再会 明天有一个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